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什么 野恋 修仙者喜有利四方 除魔降妖 妖魔鬼怪又常在夜间除魔 故有此名 哦 原来如此啊 其实小儿啊 也从小就有除魔降妖之面 千里一得铁 聪颖过人 多有修仙的自治啊 哎呀 奈何一直没有机缘 你讨厌的沐玄宇 这是学过金仙门法术的题目啊 你一定要替我打他一顿 他把你了 有没有伤着我 仙人见谅 不得无礼 喂 你不能进去 走开 走开 站住 我拦住他 停下 躼开进去 找我呀 找我呀��月 却于问我 居然是古苏兰氏的秦权子弟 还真是有缘呢 是不是你把我的东西藏起来了 你没到什么呀 来人哪 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我不出去 不出去 你个死疯子 我再不出去 看我怎么伤心你 要出去也行 你让他先把脱我的东西还回来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偷你东西啊 对对对 你没偷 你是抢 不光抢 还一番三更的来抢 不要脸 杀人啊 杀人啊 这位 公子 有话好说 滚开 先师息怒 笑儿无端被人污蔑 实在是气着了才口出恶言的 还有那莫玄宇 他这儿有些不好使 常说些胡话不能当真的 谁说我的话不能当真 谁今后再偷我的东西试试 偷一次我砍他一只手 阿娘 你就让他这样欺负我 你给我闭嘴 夫人家事我等不便多管 只是太阳已快落山 眼下招音厨师一时 更加破继 招音厨师 请告知庄内所有人 傍晚以后紧闭门户 不要靠近后人 更不要动招音阵内任何东西 不挺好的一张脸吗 偏偏弄得跟个老条爷似的 不过嘛 奴心成了个疯子 倒也挺好的 疯子怎么疯了这儿 不过这线射金术早已失传 这孟玄宇从哪儿学来的 还指名点性地召唤我 虽说我名声是比较差 但我一不作祟二不复仇 哪儿像理过些什么 哦 招音骑啊 玄门百家冲我喊大喊杀 对我做的东西倒是赵永不误 这招音骑以活人阳气为耳 看来这几名兰家子弟 是打算用自己来引游附近的走势斜碎过来 一防打尽了 疯子 今晚你死定了 啊 啊 上夜真是 大晚上还要我去什么旅盆 大尖特恣 这圍她 谁在哪儿 嗯 嗯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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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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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今后再偷我的东西试试 偷一次 我砍他一只手 是你 是你杀了他 你这个畜生 你怎么下得去手 他 还是个孩子